记者杨国文台北报道,时代力量党主席,立委黄国昌,因不满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受访时之黄支持核实进口,支持毒品除罪化,以影响其人格评价,向台北地院自诉洪秀柱涉诽谤罪。 高等法院认为洪所言虽稍嫌怂动或夸大,对黄造成一定程度负面影响,但乃对公共议题发表意见,据高度公益性,诽谤故意,今判洪无罪定验。 判决指出,去年4月3日时任国民党主席的洪秀柱接受访问时,媒体提问,有关民众酝酿罢免立委黄国昌一事的看法时, 洪表示地方民众对于黄国昌支持核实进口,支持毒品除罪化,还有配合民进党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当然引发民众的痛恨,不满等言论。 黄国昌虽后在脸书PO文要求洪48小时内道歉否则提告,但洪未道歉,黄国昌因此对洪提出诽谤告诉台北地院判决洪女无罪,黄不服提起上诉。 高院审理认为,洪秀柱指黄国昌支持核实进口,支持毒品除罪化都是事实陈述,有关我国食品安全政策及刑事政策,都与公共利益有关。 高院表示,从黄国昌及所属实力党团与立法院会议的日本核在食品进口提案内容可知,洪秀柱是依据此资料有相当理由确信黄采取支持核实进口的立场,虽未能精确表述黄的立场与意象,但没有故意捏造虚伪事实,没有诽谤故意,因此仍判洪无罪,全案确定。 之后,下属资料有相公全 nursing вдруг 这